現代人驚是越生越少 消除化共會變成是國安 圍基 台東今年就宣佈提國安信用補助 第一體補助三萬塊 第二體醫生補助三萬六千塊 官府就發現說今年出現人口十八九年 增加百分之二點二 因為這是跟信用補助和相關的社會 福利增加有關係 台東基督教本營有影響 最近發現出席的 人數有慢慢增加 根據台東管政府的統計 今年以過至九月出席的鞋子 人數已經有一千塊十百人 比去年同期九百六十 一人增加四十八的 出席的人口也增加二點二 不過因為今年是我們人的好年 以傳統的經驗 相容率應該是同價 的電動性重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相由補助 有提款 頭今晚補助三萬 第二體料後補助三萬 也有相關協助和雍獲町負福利領領的措施有關 我們台東縣政府結合教育處 社會處 我們會在孩子的出生到托育養育 都有一系列的鼓勵跟養育的措施 管府表示 這些補助都要 在台東管這裡有 但是到底是這些好 你的措施 讓女兒已經比較有成長的 有新年輕人媽媽 跟有生過小孩的父親人 表示 其實未來的教育才是更需要協助的 因為遠開始可能有補助的話 我覺得這會比較吸引我 生育之後會產生的支出 其實是想像中的高啦 美鳥因為說 企業生有率 不是靠體管補助 現在的年輕人 還有更多工作的訴求 有小孩的經驗 跟休息的空間 跟時間頂頂的問題 政府如果是可以訂出更好的 青年政策 跟有志政策 可能才會吸引年年輕人生小孩 接著 總好報道